近日,中兴社记者在北京的一间工作室中专访了学者、作家周国平,请他就当下的短视频文化、年轻人恋爱观等热门话题畅谈洞见。 作为知名作家,周国平的文章很多人都不陌生,而作为学者,周国平则以尼采研究走入大众视线。 生活在19世纪的尼采曾在书中写道,自己厌恶匆忙的现代生活,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现今社会的低头族和手机党时,周国平说,现今流行的短视频文化,在自己看来,人们从中收获甚微。 生活也不尽然,也许你看某一段话,你说得出动了,想了一想,或者说大家谈论的时候,你也知道。 但是,你用这么多时间,你可以做更好的事情。 周国平建议,年轻人不要光看只言片语,而音系统地把喜欢的书读下来,打好功底后,网络可以成为很好的工具。 针对一些年轻人因各种原因,选择晚婚晚遇或不婚不遇的问题。 周国平坦言,如果自己追求到爱情,虽面临压力,人会选择成家,没有孩子会是人生一大缺憾。 因为结婚就得有房子呀,买房买不起呀,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呀。 但是我想,如果是我的话,我还是会追求爱情,如果我追求到了,我还是会结婚。 我宁可物质上贫困一点,但是我想两个人感情好,生活稍微清贫一点,也没什么关系。 我想如果没有孩子,其实是人生的一个特别大的缺憾。 在周国平的工作室,两面书架靠墙而立,桌上、地毯上,随处都是书籍。 桌旁是几裸写满字的卡片,那是他早年首抄的读书笔记。 这样的卡片还有好几箱,谈到读书,周国平说,年轻人应该培养从小阅读的习惯,青春期应该学会和书恋爱。 那时候规定吧,比如说到九点五十,必须把它灯灭了。 一灭了以后,我就眼泪为汪汪,然后拿着书跑到那个厕所里面去看,到走廊里面去看。 我想是那段时间养成的这种,就是读书成了我的一种,应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了吧,没有就不行的。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关键时期,就是青春期一定要和苏联爱,这样你一辈子也摆脱不了了。 前不久,周国平的五本尼采艺著及两本研究专著先后出版,一面是哲学,一面是文学,他依然保持着勤奋的创作。 对他来说,写作与阅读的生活已经是本能。